這個葉原芝說他去選都比黃國昌有實力 我認同 但我不確定是嘴炮的實力 還是硬拗的實力 還是作秀的實力 畢竟這個黃國昌有名的就是這幾點嘛 但黃國昌 我講真的 剛才有看這個網友在留言 我們網友許文哲留言說 你看一個政黨還要講柯文哲 敗選不用辭黨主席 這個政黨真神奇 還好國民黨朱立遠也沒有辭啊 對不對 不會神奇啊 所以柯文哲跟這個 跟朱立遠是差不多了 你就是一定要被他開除黨籍才爽就對了 不算一下有點身體不舒服對不對 今天禮拜一有點Monday Blue 這個黃國昌我必須要講 你連戲子都不敢選了 對不對 你說202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對綠營來說算是情勢大 然後你還退選 確戰 所以人家講說你是確戰神 結果確戰之後 搞到最後賴品瑜這個在選前 大概100天左右被徵招去選 最後還選上 所以更沒面子的應該是黃國昌吧 然後現在 單任不分區之後 然後馬上就放話說 2026要去選新北市長 好啦 我算給他一個肯定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這個謝立功 他們的前秘書長在講說 八個部分區立委裡面 只有一個有簽這個兩年條款 他沒有講是誰 結果黃國昌就自己跳出來說 有來有來我有簽 所以他是不是變相在表這個黃珊珊這些 另外七個人都沒有簽 小草隨著自己的年齡長大 其實也更有可能 小草長大以後 小草黨會互相搶養分 對 然後 所以種錢的才會去拔除 然後會這個更有思辨的能力啦 好 但是因為民眾黨呢 現在看起來至少 至少在立法院裡面有八席 八席呢就滿有作亂的本錢啦 現在來看黃國昌 他服務處設在板橋 那現在呢 這個黃偉他就說 他簽兩年啦 就是兩年不分區啦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選2026 應該就是選新北市 然後呢 黃國昌本人就說 現在講錯得太快了 國會有很多要改革的法案 不拉不拉民進黨太爛了 所以我要好好的來 整頓一下立法院 然後 而且我不會參與黨務 當初和柯檀合作就已經決定 我就是國會跟新北市的工作 好啦 這個消息傳出來之後 怨言之不爽 怨言之昨天在我節目說 我去選都比他有實力 哇賽 嗆聲嗆很大呢 然後呢 林冠年的講法 這是民眾黨的前 新竹黨部的執行長 他說蔡壁如已經談 就是黨內已經談好了 他會回任中央委員 那中央委員的工作呢 就是去管好這八個人啦 然後呢 管好這八個人 因為蔡壁如他 一生的心願就是 畢生的心願就是 把阿伯送進總統府嘛 然後他跟柯文哲之間的這種關係 主仆關係十分的明顯 柯文哲叫他管 他就一定會去管啦 好啦 那到時候黃國昌黃珊珊 請問聽誰的 聽誰的 就每個人 每個人都是王啊 啊這樣子怎麼辦 會不會使得 民眾黨的立法院更亂 亂七八糟 黃國昌一條線 黃珊珊一條線 蔡壁如一條線 學弟子回來了 這個 林外田說這兩個人要遭殃了 他們兩個人呢是誰 陳志漢跟許甫夫妻 他們每個月啊 領走民眾黨三四十萬 你們自己薪水這麼高 然後一直去笑 一直去罵人家林非凡 領黨部九萬 領九萬 你們有病嗎 有病嗎 管人家領多少錢 你們自己領那麼高 怎麼不講話 你們黨內的人怎麼不對 他們兩人講話 然後呢就說 這兩個人啊 只會圍著柯文哲講好聽話 提不出對策 只有蔡壁如會跟柯講真話 所以學弟子回來 這兩個人包圍著柯文哲的人 就遭殃了 所以首先先問這一半啊 這個靖妍 葉元之要選新北市啊 唉唷 你看好黃國昌嗎 這個葉元之說他去選 都比黃國昌有實力 我認同 但我不確定是嘴炮的實力 還是硬拗的實力 還是作秀的實力 畢竟這個黃國昌有名的 就是這幾點嘛 但黃國昌啊 我講真的 唉剛才有看這個網友在留言 我們網友許文哲留言說 唉你看一個政黨還有兩位柯文哲 敗選不用辭黨主席 這個政黨真神奇 還好國民黨朱立元也沒有辭啊 對不對 對啊 不會神奇啊 所以柯文哲跟這個 跟朱立元 是差不多了 但黃國昌 就是一定要被他開除黨籍才爽就對了 沒有 不酸一下有點身體不舒服對不對 今天禮拜一有點Monday Blue 那黃國昌我必須要講 你連戲子都不敢選了 對不對 你說202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對綠營來說算是情勢大 然後你還退選 確戰 所以人家講說你是確戰神 結果確戰之後 搞到最後賴品瑜這個在選前大概100天左右 被徵拗去選 最後還選上 所以更沒面子的應該是黃國昌吧 然後現在 擔任不分區之後 然後馬上就放話說 2026要去選新北市長 好啦 我算給他一個肯定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這個謝立功 他們的前秘書長在講說 八個部分區立委裡面 只有一個有簽這個兩年條款 他沒有講是誰 結果黃國昌就自己跳出來說 有啦有啦我有簽 所以他就變相在表這個黃珊珊這些 另外七個人都沒有簽 好至少這一點我給黃國昌肯定 那我必須要講一下柯文哲 柯文哲跟黃國昌還有黃珊 這樣的組合 我覺得其實蠻剛好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就是唱雙簧的組合 而且這個柯文哲很好笑 他剛才不是來嗆這個 什麼所謂的網友跟酸民 他說希望大家活得夠久 我覺得他講的也沒有錯 為什麼 可能這個民眾黨過四年之後 就沒席次了 活得夠久 意思是說 你活得太短了 如果你兩年內就消失了 你可能看不到 你怎麼瞧不起人家 而且柯文哲自己講了 你看2024 這是網友做的圖 2024義無反顧拼一次 2028義無反顧拼兩次 然後這個2024的時候 義無反顧拼六次 你看這個阿伯還要拼六次 你活得不夠久 你就看不到他要拼六次了 這樣子的戲 這個是網友做的圖 郭敏娜很兇喔 嗆聲 所以沒有要藍白盒 立法院沒有要跟你們藍白盒 所以你看那天辦這個小草見面會 我覺得他不是還在那邊 感謝各位小草嗎 然後他網路上不再做那個圖嗎 我覺得他做錯 我們幫他翻譯了喔 這個翻譯 都是年輕人沒出來投票 嗨 我們沒穿褲子 沒有沒有褲子穿 他應該要說 你看你們這些小草 都是你們沒有出來投票 對不對 工作多麼的忙 韓流來了 拿褲子穿好了 對 大家還不要忘記 他選前不是講說這個 喔 選前 最後一個月 各家的民調都做出來 選後來一個一個拿出來的筆 到時候就知道誰沒穿褲子 所以我就幫他整理了一下 我去找一下網路上這個粉絲專頁 這個逆風的烏鴉 他就幫他做了一張圖嘛 把民眾黨的內參民調也放在這邊 他的排名是完全錯誤的 然後誤差值 跟其中有一個很像 紅色這一欄是什麼 紅色這一欄是擲筆 擲筆 對對對 然後下面這個是這個 木炭街坊 就是他們一直在說 這個柯文哲在街坊民調 柯文哲的 也已經做到第一名了 所以事實證明什麼 民眾黨的內參民調 跟這個街坊民調 跟擲筆的這個機率 其實差不多的 所以柯文哲 我覺得你不用成立什麼 民調中心 你就可能 擲筆 對你就去多買一些不會來 那不然請法師來 你講話很酸 你就直接來做 這是有科學依據 因為柯文哲是怎樣 他是科學的魔法師 他現在民眾黨有八席的部分區 他把他搞得好像八十席一樣 有沒有 我這八席 你藍跟綠都要跟我買單 他們現在就在家而沽 你們要選政府院長拜託 你要來拜託我 結果你看 國民黨聰明 韓國瑜馬上出招 直接宣布找這個搭檔 而且傅昆基也馬上跟上了 發現突然沒有人在討論說 有沒有跟民眾黨合作 柯文哲出來發現他這八席其實 柯文哲說我的期限是1月28 1月28之前都 都 歡迎來談 傅昆基已經交界了 他要挺傅昆基 結果傅昆基竟已經不選了 哈哈哈哈 好尷尬 你一表態我就不選了你看 搞什麼東西啊 所以柯文哲可能覺得奇怪 通常是我對別人使用這招 結果怎麼今天別人也拿這一招出來 被傅昆基將軍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沒關係你就繼續問一下 我覺得柯建民講得很有道理 柯建民就講說這個 民眾黨要小心啊 他們不要把這八席就是繼續這樣子玩 玩到最後會玩到大家會很反彈 為什麼因為他們現在 打的盤算很清楚嘛 就是想說藍綠都不過半 那我們知道立法院最後最重要的是黨團協商嘛 黨團協商那三個黨團 那民眾黨他只要反對 或者是支持哪個法案 哪個可能就是在過於不過之間 但很重要的是什麼 我就在講說民進黨現在可以有一個做法 賴清德馬上上輪之後呢 他就把侯友宜在競選的時候提的政見 民進黨也認同了這些馬上送到立法院去 國民黨不會反對嘛 因為這個是國民黨支持的政見 那民進黨也支持啊 那民眾黨要不要支持 就平原化了 對 民眾黨如果為了反對而反對 大家就會覺得說那你不支持這個 為民生好的法案嘛 但你如果要支持的話呢 發現你突然沒有戲可以死 就是藍綠先合作啦 喝一盒把白幹掉再說啦 這樣馬上就戳破 他們要作秀的假面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要對抗民眾黨 跟對付民眾黨 其實也是蠻簡單的 只是大家想不想要做而已 所以柯文哲不要再繼續這樣子碰碰下去 就是說做法都是有啦 所以那國商就是聲量高而已啦 啊